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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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你爱我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全心节是在约翰福音 21章16节 经常记着说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你爱我吗? 你目让我的羊 今天的讯息是 当我们照顾其他人的时候 就是在侍奉上帝 阿桑特,你戴了帽吗? 妈妈问他 是啊,我想我拿了 阿桑特回答 几分钟后,妈妈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不是告诉他吗? 阿桑特回答妈妈的时候 心里想想 就在他踏出家门的时候 妈妈又再次问他有没有戴帽 阿桑特忍着尽量不要表现出不耐烦 他又再一次告诉妈妈他已经戴了 有没有人也是一样不断重复问你同一个问题呢? 他们或是想让你知道他们问题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耶稣三次问了彼得同样的问题 彼得实在是坐立不安 我要去捕鱼了 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说 至少捕鱼都算是做些事 自从耶稣复活了之后 他曾经两次的出现在门徒面前 耶稣还活着 并且能够亲眼见到他 实在太好了 耶稣没有跟别人提过 彼得三次否认他 彼得心里还觉得很尴尬 他对于自己做过的事 觉得很愧疚 他或是已经祈求上帝原谅 但他心里觉得耶稣 或是不会再信任他 对于这件事 其他的门徒又知道多少 他心里很疑惑 其他门徒知不知道 其实他心里很内疚 有些门徒决定跟着彼得一起去捕鱼 就在太阳就来下山的时候 他们上了彼得的渔船 海风橫掃在水面上面 他们一整晚都在劳碌工作 但一条鱼都捉不到 唉,整晚功夫都白费了 彼得或者心里是这样想 就在太阳漸漸升起的时候 他们就两手空空的回到岸边 当船就来靠岸的时候 他们发现有一个人站在沙滩上面 那个人大声说 你们捉不捉到鱼啊? 门徒就回答他 没有啊,没有啊,一条鱼都没有啊 那个人又说 你把网杀到船的右边 或者他们只是相信他的意思 打发这个人走 又或者他们心里都有一丝希望 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 他们就照着那个人说的做 就在这一瞬间 他们的网装满了鱼啊 他们甚至用尽所有的力 都没办法将鱼网收到船上 突然 约翰认出那个人 他对彼得说是主啊 彼得很开心能够再次见到耶稣 耶稣正在等着他们啊 船很快靠岸啊 彼得已经等不及了 他跳了下船 很快速的跑向耶稣 其他的门徒也紧紧在后面 当他们到达岸边的时候 他们见到耶稣已经生好火 原来耶稣正去为他们敲鱼作为早餐 他们一起享用了饼和鱼 早餐之后 耶稣转向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 彼得即刻的答 主啊 是呀 你知道我爱你的 耶稣看着彼得的眼睛很温柔的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啊 然后耶稣又问 彼得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 彼得再回答的 主啊 是呀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又第三次的问彼得 彼得你爱不爱我啊 彼得不知怎样好啊 他心想耶稣应该是不再信任自己了 如果不是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三次同样的问题呢 是否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了耶稣呢 彼得因为耶稣三次问他这样的问题 觉得很难受 他就带着沉重的心情回答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再次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最后耶稣对彼得说 你跟从我 彼得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耶稣已经原谅了他了 耶稣还是希望彼得继续跟随他 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其他门徒面前问彼得这些问题呢 或者唯有这样他们才明白耶稣已经原谅了彼得了 耶稣要教导彼得 关于耐心 怜悯 和宽恕的教训 这些都是彼得未来很需要的 他要为耶稣工作 他一生将要带领和目养很多新的信徒 耶稣希望我们明白 我们跟从和侍奉他 唯一要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他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照顾身边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